联邦環保署的代表 今天到旧金山湾景区的社区农场 视察获得环保署拨款的项目 并会借当地的非洲裔还有亚裔社区代表 欧洲洲的报道 获得联邦環保署拨款营运的是 坐落在湾景区Diner街的方黎邦琴社区农场 占地1英亩的农场在2014年成立 是旧金山最大的社区农场 主要供应公认为食物沙漠的湾景区 食物沙漠指的是城市中一个 很难买得到便宜或是高素质新鲜食物的地方 这个农场提供适合当地居民食用的食物 例如亚裔和非洲裔喜欢的蔬菜 但是今天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制造蜂蜜的蜜蜂 我们看到这里人们在一起 组织、教育、联系、联系 帮助社区 帮助治疗食物、沙漠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这种社区主要的 农场为超过100个家庭提供一个种植蔬菜的地方 农场也有许多义工 农场方面表示多数在这里种菜的是 年长的华裔移民妇女 二十五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